一起守護我們美麗的家園 那麼花蓮縣環保局則是呼籲 春節期間和家人團聚 享用美食的時候 要珍惜食物 吃多少煮多少 從源頭減量做起 除了是可以減少出於產出 也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能夠更加的環保健康 環保局表示春節期間 民眾避免大吃大喝 增加體重的負擔 不論是在家或是外出飲食 應該要珍惜食物減少 廚餘的產出 並且配合廚餘的粒肝以及分類 我們都會鼓勵大家 就是在外面飲食吃多少 點多少 那吃不完就打包走 要有愛惜惜食的觀念 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是很節約愛地球 那如果其實吃不完的廚餘 也是一種浪費 那會造成後面的一些資源的耗損 所以我們希望其實 能吃多少就點多少 如果吃不完可以打包 也是一個愛食惜食的方式 而廚餘容易腐敗 產生臭味 引起蚊蟲 也是造成垃圾臭味 藻氣 垃圾滲水的最大來源 除以回收 減量 立竿排出 是愛護地球 也是珍惜食物的觀念 有效建立正確的飲食 食服習慣 才能夠達到地球 永續發展的長期目標 記者林杰 花林寺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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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